今天到了大埔吃點心和戒仔餅 之前在大埔拍過半夜遊 也介紹了一間cafe 這次再來就是去喝茶 果然是大埔 很大 現在私房蔡晚試吃海鮮雞煲 其實也有點興趣 不過看到午時有點心覺得挺有趣 所以想嘗試點心 午時由12點到3點 用curicolodan 雖然免茶雞,但要收加一 計算比收茶位更貴 但也可以收茶位又加一 當日中午只有我們一台下 差不多包長 又薄哥,冷氣也好 可以慢慢炭茶慢慢吃,挺舒適 茶可以選擇 普里香片鐵觀音 叫做香片 店員會用鍋子上熱水 用來洗餐具 洗杯要小心 耳朵位和杯是可以分開的 有一個像花茶的糊蔥茶 加上杯,即是有些餡茶的感覺 水夠熱,茶很濃,挺香 浪然單要等15分鐘左右 食物才開始上桌 好小吃點心會一碟上齊 多搞笑 通常點心拼捧才會 嗯,我逐樣逐樣叫 不知道如果十款 應該有三碟 哈哈哈哈 蝦餃燒賣兩款為番茄十元粒 還點了流沙奶黃包 和蒜蓉蝦青韓熱飯 蝦餃多大粒,醬煲煲 看出其中一隻爛了,沒那麼漂亮 蝦餃皮比較有厚度、鮮韌那種 有很多蝦 調味是鮮甜,夠味,又不算鹹 我們也蠻喜歡 厚厚味燒賣黃對比蝦餃很細粒 肉質很彈牙 加上蝦糖很多菇 菇味也很出 又很有口感,比相同好吃 一咬下去就會滴出來 超級流心 但都沒有我想這麼熱 一來到一吃都是不辣口的程度 包偏厚的,有一點黏牙 流生餡很濃郁,沙沙的 甜中打絲鹹,香,而且不會死甜 吃到最後一個還很流心 餡的部分是很滿意的 如果包可以再鬆軟一點,會更好 最後到重頭戲,蒸河熱飯 吃了最貴的蒜蓉蝦,72元 看起來很不錯 河熱包著蝦和飯 這樣打開一下都很震撼 大約三個拳頭的大小 粗樂古蒜份量大概有兩碗飯 表面有五隻原隻開邊蝦 放滿蒜蓉,蔥,淋上豉油 想不到蝦也挺新鮮 肉質是大牙的,完全沒 雖然沒有很大隻 不過是鮮甜好吃的蝦 蝦頭還有一點高 而飯的質感算OK偏軟 酸和汁很適合送飯 很香口,單吃飯也很好吃 很好吃啊... 唉唷,說了 你幹嘛拿我一句 這間都想試很久,經常見到人介紹 有不少特別口味的雞蛋仔和格仔餅 很香混淨 站位邊的客人裡我們會聞到一陣子的雞蛋仔香 肉依蘋果皮膏 比利時玉桂蘋果洋果凸凡32幾 electrod вполне�捷,才靜jamin 賣相也很好,吃吃的時候做美圖人紋在哪裡買的 側面形正,大家都覺得她的樣子應該算OK 或者我們吃得很好吃 哈哈哈哈 開了兩件 有一粒粒蘋果粒 醬是甜的,蘋果酸酸的 多開胃,也很適合濕潤 格仔餅外脆內煙韌 這裡有一點點嚼口 質感很棒,蛋味比較薄 以我們的口味來講,希望格仔餅做到沒那麼甜 內餡的味道會更突出 現在這些天氣再加一塊雲奶雪糕的話 嘩! 哈哈哈哈 總括而言 今集共花了188元,計分每人是94元 都吃得多開心,又夠飽 下次經過都想嘗試第一間海鮮雞煲放題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來, promised我們吃有什麼比較的 他們先吃一塊肉 加油,我們去吃一塊肉 可以吃一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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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艺雞煮 集完 對呀,我們去吃一塊肉 不可以吃一塊肉 吃一塊肉 每人吃一塊肉 等我們的肉 你吃到一塊肉 其中央肉 不可以吃吃一塊肉 그럼有什麼 盯 你吃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